我们学佛做人 什么叫解脱 解脱就是不要让自己烦恼 不要痛苦 永远要想得通 你才能解脱 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自己 好像很快乐 很幸福 记住了 这个不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当我们得到一些暂时利益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时候会觉得很快乐 家里暂时没有什么烦恼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很幸福 我这一次在加拿大弘法的时候 曾经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加达那安大略省有一个商人 他经过二十年的奋斗 终于成为一万富翰 他住上了豪宅 拥有了世上的一切 他自以为可以永远快乐下去 但是在五十五岁的一切 他因为眼角膜破裂 眼睛瞎了 他看不到自己的豪宅 更看不到自己的亲人和孩子 他看不见阳光 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 他在五十九岁的时候 因为忧郁症自杀身亡 这难道对他不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吗 我们有时候得到的人间的一些物质 我们不知道他很快就会失去 很多人的毛病以为得到了 就以为永远不会失去 失去的时候万般痛苦 台长经常讲的一句话 要想自己不承受失去的痛苦 就不要多多的数取 因为记住了 只要你能够得到 就一定会有失去的这一天 所以让自己不想得承受 失去的痛苦 最好的方法就要清心寡欲 少得少贪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一切让我们忧伤 让我们欢喜的事情 都是一个幻觉呀 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中学 在小学 在大学 我们多么开心 现在想起来 就像一个梦境一样 只是一个幻觉 但是当时 我们为了很多事情 付出了多少 所以年轻时候的欢乐 现在到哪里去了 台长教你们 学博做人 要学会 四个不去评价别人 首先第一个 不要评价别人的好坏 因为他们并没有影响你的生活 第二个 第二个 不要去评价别人的德性 因为你不见得比他更高尚啊 第三个 不要去评价别人的家庭 因为你会影响你的心态平衡 第四 不要评价你看不起的人 哪怕是你最看不起的人 这样你会功高我慢 变得非常让人讨厌 所以这个四步评价 希望我们学佛人 好好地记住吧 我们今天拥有的不代表 你明天也会拥有 今天你胡乱地花钱 因为你明天可能会失业 今天你拥有名和利 要学会谦虚 如果你继续功高我慢 可能明天你会失去一切 所以学佛的人要看到未来 未来的人要学会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要明白任何人都是有本事的 不能把别人看低 总之也学博做人要低调 成功就会增加多一点 不要因为人间的烦恼而想不通 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很痛苦的 当你能够接受有承受无的时候 你的境界才会真正的提高 我伤害别人了吗 不要伤害别人 那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要想到 今天我拥有的 我很感恩 我很满足 所以第二点叫 珍惜今天拥有的 你就不会失去 第三点 知足是良药 因为当你知足的时候 你是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在和天赋 在和天赋 Bier 可词